台出卜瑞德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因为台湾人看到美国人 听到美国人 然后膝盖就会软下去 所以如果卜瑞德出来教训独派 说你不要搞了 那有可能 蔡英文后院着火这些事情 可能就会稍缓一缓 可是独派毕竟对民进党来讲 它是核心中的核心 那独派一定要反中 一定要反大陆 到底跟美国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德国最近有一个民调 大家来 他们来问说 德国人 你觉得中国怎么样 你觉得美国怎么样 结果呢 将近一半的德国人认为 中国比美国更靠谱 更可以信任 做这个民调呢 是德国之声中文网 它是调研是有传统亲美的 德国的大西洋桥梁协会 跟民调机构 一个德国的民调机构一起做 最重要是这个大西洋桥梁协会 所以大西洋桥梁协会 它是在德国 然后一直要promote 要增进德国跟美国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亲美的 结果做出来的民调是 它不是做一千个 它是做五千个 所以这个民调是更精准的 五千个受访者里面 85%对于美国跟德国的关系 是负面评价 觉得德国跟美国交往 最终我们没有得到好处 然后呢 57.6% 希望德国能够疏远美国 只有13% 希望能够进一步的亲近美国 42.3%认为 中国比美国更靠谱 是对德国更好的一个伙伴 结果这个亲美的 这个大西洋桥梁协会的理事 他就说 德国民众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 你们要抛弃 所谓恪守中立的心理安慰 然后你抨击美国 当今政府是合理的 但是德国不应该 在反美情绪中 无视中国跟俄国威权体制 所带来的危险 所以洪威 你怎么看普瑞德讲的话 所以这个民调不是很讽刺吗 他本来是由一个亲美机构 然后做出来民调 竟然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说 我们跟美国人离远一点 不需要试试 被他牵着鼻子走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眼睛 都是血亮的 其实美国这一年跟整个美中贸易的战争也好 或者他的僵持也好 你觉得哪一个 他是基于说他要维护他盟友的利益 完全没有 全部都是美国人自己的利益 包含美中贸易大战的时候 他也要求他的盟友 跟着他一起做 一起来抵制中国大陆 然后包含他要封杀华为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还逼着他所有的盟邦 大家一起来封杀华为 而且都是以说有国安的危机 那么这个部分事实上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在两边一个5G的技术的一个竞赛嘛 所以他现在包含现在有一些国家 有些国家当然就附和美国 但有些国家觉得不对劲啊 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跟着跟着美国人走呢 所以待会我们可能会讨论 因为现在尤其有些东欧的国家 开始觉得no 我要跟你美国说no 我不要被你牵着鼻子走 结果美国慌了 所以他现在国务卿就要到东欧去嘛 就像我们这个中央银行 觉得很多银行这个不乖的时候 就要请你喝咖啡 那现在美国国务卿 也要请他们来喝咖啡 来喝茶 事实上就是施压 所以我觉得就说 在整个的国际情势里面 台湾能不能认清楚 还是说台湾一直甘于做美国人的棋子 刚刚大家讨论普瑞泽 还有郭贝宏的姓 老师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是一方面戳破了 大家一直认为 美国会无条件挺台湾的一个照妖镜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戳破了台独长期以来告诉你 我们台独没有关系 美国人会来帮我们打仗 美国人会来保护我们 美国人会保护你吗 普瑞泽算是亲民进党的 亲绿的 他都告诉你 no 你连这个台独公投 他都跟你说no了 更何况说你搞台独 然后美国人会来帮你吗 不只是这个 前两天普瑞泽不是来告诉你吗 这不是蔡英文最希望的吗 民进党这个所有的 这些政治人物最希望吗 如果蔡英文到美国去访问 然后到国会去做演讲的话 这个大家在美国可露脸了 现在不是有很多的美国国会议员 已经在联署 要求美国国会议长 能够邀请蔡英文到美国国会演讲 结果第一个 第一个说no的就是普瑞泽 普瑞泽警告说 如果这样的话是违反什么 违反美国的一中政策 这不是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还要在做春秋大梦吗 台湾人的水准跟德国人 可以相提并论吗 我不是说不 而是说请我们自己证明 我们自己有没有把很多 很基本的basic的 1加1等于2的事情 看清楚 华为 华为招谁惹谁 他当然招惹到美国人 他技术那么强 怎么可以呢 美国对于华为的封杀 之前我们已经讲过 公然 英国也被他施压 就是直接 你敢跟华为做生意 我就不跟你 有各种各样的任何的合作 结果呢 美国现在对东欧施压 而斯洛伐克却力挺华为 认为华为没有安全疑虑 匈牙利也力挺华为 把很重要的警销网络 做交给华为来架设 德国商报说 德国不希望把华为 彻底排除在 德国的5G市场之外 而是希望能够给华为 在该国的发展 留一线生机 就是已经受到压力 要打压 但是不想把华为打死 因为德国也很害怕 刚刚看到那个民调 就知道 德国人是很不信任 美国人的 意大利否认一篇有关 意大利要禁止华为 跟中兴参加 5G网络建设的报道 他说我们没有采取 这种行动的意图 而法国参议院否决一项 加强电信设备的一个 遥控的一个立法提案 议员认为说 政府你太操之过急了 美国国务卿呢 他出访欧洲 他访问了很多国家 直接向购买华为设备的国家 发出最后通牒 他讲话多凶狠 他说你跟华为签约的国家 可能以后你在采购 美国设备的时候 你会受到限制 只要你买华为的东西 以后你要买我美国的 我不卖给你 奇怪耶 他人家买BMW 就不能够买你的Benz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为什么凶狠到这样呢 他说如果那个设备 同样至于我们拥有 重要美国系统之处 那么我们就更不会 跟他们合作 当务之急 是我们与他们分享 我们所知道的华为 在其网络中构成的风险 可是没有任何的数据 然后市场研究机构 Garner他最新的数据 华为在这样的打压之下 2018年华为半导体采购支出 达到211.3亿美金 大增45% 超越Dale 超越联想 成为全球第三大的晶片买家 董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其实很多国家 他还是为了自身利益 来讨论说 我们要不要听美国的话 那美国过去用那种黑道老大 要求所有人 你不准跟中国大陆做朋友 那这个现在显然 已经慢慢有点改观了 尤其德国 你知道德国 美国的主要 美国主要大家都知道 是英国的清教徒 到美国创造这个国家 那创造以后各国的移民 很多人就进来了 包括非洲 最大的移民国家是德国 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 那照讲 美国跟德国是非常亲 包括川普的祖父就是德国人 那你看那些作品演员什么布鲁斯威利 克拉克盖博 什么山卓布拉克 甚至甚至那个 那个最近非常有名的 很多都是 就是李奥纳多 什么这些人都是德国的获益 那你竟然看到德国做出这样的 他本 这样子的民调 民调 其实他对你美国已经非常不以为难了 如果对世界稍稍有点了解 就知道现在欧盟自从英国脱欧 在英国脱欧之前 欧盟真正的领袖就是德国 那德国的美克带领欧盟 走了这么多的十几年的岁月 他其实评价非常高 可是这国家为什么会 这么多的基民对美国这么不信任 当然跟美国的川普有关 那过去美国的霸钱 在川普当了总统以后 被高度的凸显出来 而且他的压霸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了 就是里面最关键就是 他不讲信用 我答应你了 我通通 过两天我通通推翻 那已经是没有品格的商人 美国他一直指控华为 可是他的指控 他并没有拿出证据 他用谎言要继续追杀华为吗 他觉得他可以吗 他声音越来越难听 然后华为会被打倒 我把这个跟那个 刚刚德国的民调 相提辩论一起同框来讲 华为这个问题 我们在科技界认为 这个是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所以美国川普 这等于是军备竞赛 他绝对不能让华为跑前面 可是目前的确 华为的技术是跑在前面 全世界他已经拿了三十几个 二三十个合约了 就在那国家整个实施 如果说再这样蔓延下去的话 美国这方面会被永远 抛在后面 华为这个技术是来自一个土耳其的一个科学家研究出来的 然后透过华为拿了这个技术发扬光大 辛苦了 已经跟这个深耕了那么多年 现在他是领先的 所以美国恐怕他这个势力一直拖延下去 以后他想要插都插不进去 因此美国就摆出这副流氓嘴脸 恐吓什么都来了 甚至于勒索 榜人勒索 就是这个孟晚舟的事件 这个就是显然美国所采取的手段 那么我为什么把这一段讲出来呢 其实中美贸易战真正来讲起来的话 美国是因为基于什么 观念来打这个战 美国优先 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要跟他打这个战 中国大陆今天经济发展 是基于什么概念 你知道吗 吉林明在这个达沃斯论坛讲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两个国家所展现出来的目标手段 是不一样的 也就因此全世界 你不要说德国做这个 做的民调会显示这个数据出来 你今天这个民调拿到法国去做 也是如此 法国人不会来一个什么美国州 法国有中国州 你知道吗 你拿到俄罗斯去做这个民调 也是如此 一定大家都偏向于中国 全世界各民族都是如此 非洲更不用讲了 几乎现在完全是中国人的天下 所以我们台湾 看我们自己的媒体 我们以为还在以为 美国现在是大家全世界所景仰的 没有 已经没有 他已经没有 他丧失了那个道德的制高点 他现在只能用恫吓 用他的经济实力来恐吓你 你这个不准 那个不准 你一定要宠我 要两个你要挑一个 他现在美国就用这一个手段 这完全是帝国主义的手段 那中国呢 中国大陆不是如此 他用是儒家的王道思想 他说要好 大家一起好 一带一路 我投资 那你投资 他是这个债务陷阱 美国就诬陷他说 这个是债务陷阱 好 我们回过头来讲 刚刚讲的这个整个 如果说贸易战打下来的话 我们台湾不要瞎了眼睛 这个政府有的时候真瞎了眼睛 居然选边站占美国 我现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陆出口到 我现在援引朱元鹏教授的那个 他一篇文章的数据 大陆进口出口到美国的那个厂商 前二十名 有十五家是我们台湾的 三家 一个是新加坡 一个韩国 还有一个是美国的 另外呢 有两家才是中国大陆的 换句话说 中美贸易战打起来以后 受伤最重的是哪里 你知道吗 是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很多厂商 为什么要回来 所以我们居然那个蒙着眼睛 站 选边站 站在美国这边 我不买华为的东西 他觉得很得意 你看他刚刚莫名其妙 不知道台湾回来 所以我说这个政府笨的要死 你最起码你看一看现实 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苹果 苹果的成本多少 两百三十七块美金 两百三十七块美金 大陆能获取多少利益 苹果的手机 八块 八块多美金 我们台湾是四十七块八 然后前两名是日本跟美国 大部分的钱都是 回到美国了 他们自己赚的 然后结果 结果呢 那整个的 那个责备 就责备说是中国大陆赚 其实人家只赚了十块钱 美金以下 八块七毛 那我们算十块钱 给他整数 然后台湾还有四十七 可恶的是我们台湾居然 就站到这一边 这次可恶就可恶在这里 这种闽南语叫背骨 就是你背叛了自己的民族 背叛了自己的国家 然后更重要背叛我们的人民 对 背叛我们所有的厂商 如果这不叫汉奸 什么叫汉奸 台奸 背叛了我们自己的厂商 那我们自己的厂商等于我们全民的利益 你说是不是 所以从刚刚的你说的这个德国的民调 谈到华为的事情 整个轮廓 我们大概可以描述看得出来 可以窥其全貌 就是说整个的局势该怎么样子 我们人民应该之所警惕 费委员 那个华为现在受到的 不但是美国国务卿 而且是川普直接说 要他们要在二月底的巴塞隆纳 世界行动通讯大会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要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是不是把华为5G的相关设备 排除在欧盟等关键市场之外 日后的5G是两百线道 两百两百线道 换句话说 我的互联网互联网就产生了 美国现在用什么理由 他会有什么木马城市 或大数据 被当中国大陆给控制 事实上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美国卖给你 难道状况状况会有所改变 美国会对你比较好吗 所以美国的意思说 美国可以控制 别人不能控制 只有他控制 这就是国力的竞争 我们可以讲远一点 5G可以影响到 他的军事方面 他的通讯方面 他的生产方式等等 就像我们讲到物联网 我们交易的模式 都会因此而做改变 所以美国 美国人很清楚 新年月在华为跟中兴 他的专利在5G方面 大概占了60% 远远超过美国 美国知道 如果这个规格 不是美国来制定的话 中国大陆的商业 会影响到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美国很齐 美国一定要把中国大陆排除在外 刚才我们有讲到对台湾的影响 当然有的 如果说华为跟中兴的5G 木马城市 很多的经验是我们台湾生产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是觉得这都是借口 主要还是 华为如果说主导了 它的规格 它的这个5G的规格 大概它的国力 就会大大的要劲 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摆明了 他永远 谁跟他挑战世界的老大 他就要打谁 但是我们也要想想看 美国跟美国往来的国家 我们讲中东好了 原来以前都在巴勒维时代 是跟美国往来 往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东西 他一一推翻你的政权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这件事情 台湾决定 我再次呼吁 蔡英文政府不要做美国的棋子 是因为对台湾的商业 对台湾的贸 我们的 我们未来的产业的发展 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美 这个美国 他现在 他因为今年 2019年 大概年中 大陆就有16个城市 他要开始开始试点了 所以美国有时间上的压力 但是台湾一定要撑得住 台湾你可以选择 你是要做中国人 还是你要做美国人的走狗 这事情很简单 你做美国人的走狗 你去打击华为 华为里面的关键领主件 其实都台商 真的你打自己 然后现在蔡政府已经公开宣布 就是要公务机关 公务员都不可以用华为的任何一切东西 而且要扩展到 所有大陆制造的3C产品 是这已经闹成这个样子 而最终打击了 打击不到华为的 真的因为台湾市场太小了 你就是一个小矮人 然后我打你 很怪吗 所以视为蔡英文这样做 最终打击不了大陆 因为14亿人口的大市场 打击到我们自己 本来就是打击掉自己 你说华为那些很多的零主件 都是我们台商的企业 零零总总加起来 你要反制人家 结果限缩了我们自己 所以说你针对于华为 这一个事项 我也觉得讲说 蔡英文政府不聪明 你今天要去限缩 你今天未来要走向5G的时代 你要知道 今天包括了美国 包括了欧洲各国 他们都担心讲说 华为如果说5G的话 你车用的 甚至于我们任何日常生活 所用到的 它都是比较先进的 那如果说时代科技 都是跟着跑的时候 那你今天 你去限缩了 那你限缩到我们的台商 你那些关键零组件 全部都被限缩了 所以说我也觉得讲说 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 是不聪明的 而且你今天 你如果要限缩 好你现在就我讲的 你仅仅险人 你没想说 我要怎么样子做对策 你喊台独你不敢 放弃台独你也不敢 今天你反制华为 结果限缩我们的企业 那我们的企业 你有办法让他还有一条路走吗 没有 所以说想调没人家 所以说你今天 我还是讲难怪抽不到签 那你今天 你今天我讲坦白 你华为你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你敢不敢讲说 我们全中华民国台湾 所有华为的手机 都不能够进来 你敢不敢 你不敢嘛 你只有政府 企业政府的一个部门 你讲说 华为的东西都不能用 可是还有其他华为的手机 是不是排队人潮 大家都在买 对啊 我就是用华为的手机 怎样 没有错啊 咬我吗 对啊 以前要搭飞机的 我现在可以选择坐高铁 因为坐高铁也很快 你真的算下来 你跟搭飞机时间算下来 其实也不会比较慢 而这样一个基础建设 不但的部件 不管是对于他们刚刚讲的 春运也好 对于旅游观光也好 反而让我想到是台湾现在 你看过年期间 搭光抢花冬的铁票 铁路道 对啊 半夜十二点到 动物园朋友啊 亲人一起帮忙买票 还不一定买得到 然后呢 连说一条安全的路 都不给花莲跟台湾 对不对 中美的四季争霸 到底谁会赢呢 其实我们要观察一个趋势 一个大的模型 我们要很仔细 要很实在 你光是看大陆的春运 给大家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所观察到的大陆的春运 你想想看 以前我们听到的大陆的春运 是什么样子 是很多人要花好几天 花五六天一个礼拜回家 那是全世界人口最大的迁徙 回了家以后 欢聚过年 还要在很悲苦的 再回到工作岗位 而现在呢 大陆的人 他回去 他是走高铁 坐铁路 然后开车 车子 汽车现在在大陆 一般来讲 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的标配 标准配备 然后有高速公路 很齐全 从城市到城市 从点到点 都有很快捷的方式 可以让你回家 所以大陆现在是回家 是以小时计 而不是以天来计 这次过年期间呢 大陆的交通部门统计 春天期间 全大陆的旅客 发送量高达 29.9亿 就是等于30亿 整数 然后呢 网路平台调查 大陆今年春节旅游 超过4亿人 就是跑出来玩的 超过4亿 出境的人次将近700万 而来自大陆国内 100多个城市的出游旅客 前往海内外 900多个目的地旅游 所以是很分散 900多个目的地 然后来自大陆的乘客 是100多个城市 所以不是只有上海 北京 然后有调查 北京146个景点 在春节假日 前三天有300万人到访 大概呢 整个春节 几天下来 总共大概有800万人 人潮跟去年 差不多 营收呢 8000多万人民币哦 而北京故宫 春假的门票早就订空了 所有北京 上海 南京 那个全部都是 人潮涌动 像根本基本上 像暴动一样 任何地方 那表示什么 老百姓有钱 有闲 14亿人是 有钱 有闲 才能整天挖空的心思 我想要去玩 这我们台湾都经历过 那统计 杭州各旅游景区 五天 总共接待 134万 而看电影 已经成为 大陆 现在过节的一个 很重要的仪式 等一下我们会讲 就是流浪地球 它所制造的奇迹 现在看看大陆人 它怎么回去 大陆高速公路建设 刚开始是什么时候 是1984年 最早开工的是 省大高速公路 而最早通车的是 1988年 上海到嘉定的 高速公路 可是经过 这样几十年下来 到2017年 大陆的高速公路 总共有13.65万公里 这不是今年的数字 就是2017年 你想想看到 2019年会怎么样 几乎每个地方 你都可以高速公路 接高速公路 接高速公路 那个高速公路的路网 是我们在台湾 小小的台湾 我们真的很难 想象得到的 好 这是高速公路 然后高铁呢 高铁总共到2017年 已经有25164公里 大陆它是想要做 八纵八横 然后八纵八横 还有很多其他的联络 你看看这个地图 大概你看一下 想象一下这个地图 你就可以知道说 大陆号称基建狂魔 基础建设的狂魔 就每天就在搞基建 然后发展高铁比台湾慢 可是没想到 现在他们拥有 自由的技术 而且可以到处去输出 一华 我不是说去大陆 有时候心情蛮复杂 复杂说看到他们真的在进步 尤其在基础建设上的进步 是非常令人觉得压力很大 我还记得其实我在民国八十年 九一年时候 其实我在过年前 我在广州自己有经历过 那时候真的叫逃难 你知道在 你有经历过春运 对 广州的那个车站 你知道那一群人挤在到 都要跌倒 然后还会有人拿着那个棍子 你知道 对 那时候是这样子 而且很悲苦 因为怕回不了家过年 然后他们都是要回家 就挤在车站 等着要回家 但曾几何时 民国八十年到现在 可是现在我们去看到不是 他们不但是整个交通的便利 像我想现在大家经验都一样 以前要搭飞机的 我现在可以选择坐高铁 因为坐高铁也很快 你真的算下来 你跟搭飞机时间算下来 其实也不会比较慢 而这样一个基础建设 不但的部件 不管是对于他们刚刚讲 春运也好 对于旅游观光也好 反而让我想到是台湾现在 你看过年期间 搭光抢花冬的铁票 抢不到 对啊 半夜十二点到 动员朋友啊 亲人一起帮忙买票 还不一定买得到 然后呢 连说一条安全的路 都不给花莲跟台东 对不对 一会儿我们 对啊 我真的想想 都不瞧不起大陆 可是人家搞定了 十四亿人回家 这全世界最庞大的人口的迁徙 要回家 然后过完年以后 还要回到办公的空间 然后再怎么赌人家可以很顺利的处理完 对 台湾 然后 你才两千三百万人就搞不定 然后出去玩 塞车 拼命塞 然后就让我想到 这我想肺炎一定更感慨啦 搞得前瞻建设 就在做什么 我就在绑装嘛 他根本没有站在一个 真的叫做我们国家发展的角度 去想什么叫真正前瞻建设 只是举债 然后就为了选举 悲哀啦 我只能说悲哀 所以当看到大陆这样子 那么快的疏运 而且然后再回头对照我们自己 我觉得台湾政治的内耗 真让我们做了太多的消耗 我觉得我们如果自己还不醒过来的话 然后还在把眼睛闭起来 耳朵遮起来 哎呀他们那边很落伍啊 都在搞意识形态 好像都独裁啊 而没有看我们自己本身都在走倒退路 国际竞争力不断流失 看到我们的学生 现在可能连大学都不在台湾念了 跑到中国大陆念 跑到香港去念 都认为就要赶快进入所谓国际市场 台湾这样竞争力流失的时候 真的拜托我们的政府 不要再搞这些有的没有的事 正是我们自己竞争力 看看大陆那边的发展吧 两千三百万人过年期间的交通 你有华航的罢工 然后你有高速公路 也堵得很厉害 然后花东回不去 到哪里都塞 当然大陆也是很塞 可是人家可以搞定14亿人 中国大陆它现在大陆它的高铁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高铁网 而且它技术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 然后它从2004年 它开始盖第一条高速铁路 一直到现在总共2018年的12月总共两万九千公里 那当时他们是想要提出来叫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 然后高铁跟高铁中间还要有区域连线 这样子去整个变成是一个非常完整 有机立体的一个网 你从这一次看现在的春运 风哥现在的春运 2019年春运跟2009年的春运 跟1990年的春运 那个天差地 大陆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 我认为台湾的问题就是主要是国族认同的错乱 因为有一群人需要有一群人希望搞台独 另外一群人是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跟要搞台独的人 他的国家的发展的理念不同方向不同 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 所以整个台湾地区卡死在这边 那我认为这个蔡英文讲到蔡英文政府 我认为跟这个慈禧太后比起来 我觉得都差远了 我们都会对慈禧太后表 对慈禧太后瞧不起 可是慈禧太后在朝堂之上 尤其是在八国联军之前 他一讲到外国 他就养鬼子养鬼子 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可是我请问你 今天在台湾的这个小朝廷的朝堂之上 包括蔡英文 还有一些部会首长 这些人到美国去 前面如果美国人拉着一个星条旗 他就站在那边很开心的面露微笑 不管是奴卑式的微笑 还是真心的微笑 就是非常开心的跟那些洋鬼子在一起合拍 那我觉得这些人是不是比慈禧太后还要不如呢 另外我们刚刚讲到德国 德国他为什么讨厌美国 因为德国他是一个战败国 到现在还有美国的占领军占领在那边 对德国这个一个强悍民族来说 他是非常屈辱的 而且若干年前 美国这个德国的总理 这个梅克尔刚上台 就发现有人监听他的电话 是美国监听他的电话 监看他的email 那台湾尤其是一些绿毒媒体 我最可耻的就是绿毒媒体 这些绿毒媒体 尤其是半夜 因为我半夜通常会描一下 到底有什么样的最新的新闻 这些绿毒的媒体一看到 哇又有美国军舰 这个穿越台湾海峡 立刻是头条新闻 然后喜滋滋的 你看那个用字潜词 都是非常正面能量的 那这就是说绿毒媒体 遇到当美国的军舰 侵犯到台湾的主权的时候 他会非常兴奋 好像吃了威尔刚一样 立刻把他放在这个头条 这就像蔡英文 有一个心条骑在前面 他喜滋在那边拍照 一样的一样的一个道理 整个春运 他的人次是将近三十亿 可怕 好那三十亿是什么概念 全球人口是多少 全球人口七十五亿 所以就说在这个春运期间 他所要消化的人次 将近是全世界人口将近一半 那他要不让大家都能够 各归其位的 而且没有像过去 什么大家挤啊 栽啊 或者是说也回不到家 他就用了大量的科技 这里面我真的看他就说 他有一些那种科技刷脸 那你一刷脸你就可以进入 建筑在我们的危害 不但是说台湾可能因为你这一些台独 然后把台湾陷入战争 可是就算没有战争 因为你每天都要搞台独 你每天都要反中 你每一天都不要承认你是中国人 我们台湾失去了做中国人的机会 我们台湾失去了可以两千三百万人 跟十四亿人完全融合的机会 你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吗 大陆整个一个春节的票房 它的票房多少 不多了 人民币七十亿 就是新台币三百二十三点五亿 然后它的票房 这一次的票房第一名 是一个叫做流浪地球 我们昨天有讲过流浪地球的一个科幻电影 说是今年是中国大陆的电影的 科幻电影的元年 然后第二名呢 疯狂的外星人 他的票房也有新台币六十五点五四亿 这我们在台湾 无法想象的票房 六十五点五四 然后他们还非常不满意哦 然后第三名叫飞驰人生 新台币四十七点一四 就一部片子 结果第一名是九十亿 眼看着这个流浪地球 快要超过新台币一百亿的票房 过去这种票房都是好莱坞片台 我们在台湾拍电影哪里想过 我们票房破一亿就 光宗耀祖天啊 一百亿 然后他用的是好莱坞六分之一的钱 他所达到特效 他的所有的 他的整个这个片子 我们昨天有想过 因为太阳要毁灭 所以呢 一群无名英雄 然后要把地球带走 他所反映的就是 我没有看过 因为有人传了那个盗版的那个连结给我 但是我想要支持正片 但是所以我没看 可是台湾一年只进口 五部吧 还是六部 有配额 只准你 这部片子好像会不会在台湾上 都不知道 因为大陆一年拍几百部片子 可是只有五部六部 就一个很小的配额 个位数的配额 准许进到台湾来上映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没办法看 大陆很多很精彩的东西都看不到 那他呢 你如果是美国拍的 就是你地球有灾难 就会有个美国的 白皮肤的 然后这个超级英雄 出来拯救全人类 然后 中国人拍是怎么样 他有无数的 无数的无名英雄 中国人 他对于世界的感觉是这样子 当地球要面临 因为太阳的关系 地球有可能有灾难 我要逃难 我不是我们逃走 我们是把地球背着走 中国人逃难 逃了多少 这一百多年来 中国人逃难的经验 难道没有 是人类呢 然后把地球整个带着走 带着走 带着走 背着 就像中国人逃难 背着祖宗牌位一样 然后 这个逃难要逃多久呢 这整个的逃难 宇宙的流浪之旅 两千五百年 我其实 我没有办法看这个片子 可是看到了一些的东西 就觉得 这不是中国人吗 中国人第一次有机会 可以讲自己的 中国的故事 然后可以有 中国人自己的英雄 我们可以不用活在 好莱坞的眼界跟视角之下 其实我们过去看 好莱坞的片子 也有很多那种地球毁灭 我记得 那个叫2012 他还讲说 地球要毁灭 然后呢 就会盖一个所谓的诺亚方舟 现代诺亚方舟 那一定是谁盖的 当然一定是美国人盖的 然后他大概都是一些 大概都是白皮肤的 有一些亚洲人 他也要挑选最最聪明的亚洲人 比如印度人啊 什么之类的 穿插也许一两天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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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insbesondere这部片子我没有看我也不知道在台湾会不会上演 因为我们确实有一些配额所以我们过去就常在讲说大家常看那个金马奖就是有很多那个大陆的大陆片 那很多人都說 我都沒看過 我都沒看過 因為對不起 他們非常好 都可以得金馬獎 最佳男主角 最佳導演 可是對不起 因為我們台灣有配了 所以我們好的電影 看不到 到現在為止 都是如此 那但這部電影 他帶敘述的就是 這次拯救地球的是誰呢 是中國人 那而且呢 是帶著這個地球一起走 那另外 因為他被誉為說 這個是 中國電影裡面的科技元年 那因為過去 我們如果看到一些太空片 也絕對像什麼星際大戰 星際效應等等 流浪什麼 什麼星際流浪 什麼等等之類 也都是好萊塢拍的 那這個呢 是中國人拍的 那我要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他的票房非常好 所以他在 這個禮拜一開 就等於說 這個大陸股市 一開始的時候 投資這些的 所有的投資方 然後全部都漲停 你知道嗎 因為春節他 他賣的太好了 那我覺得 他告訴我們一些什麼事情 也就是剛才 如同剛才在講的春運 春運事實上 我們過去的就 的這個印象 就是人在窘途 大概都是什麼車子 了解飛機 火車擠得要死 然後亂七八糟 但是今年的春運 我覺得有一個 我覺得要特別提 他用了非常多的 所謂的科技技術 你想想看 剛剛講說 整個春運 他的人次是將近三十億 可怕 那三十億是什麼概念 全球人口是多少人 全球人口七十五億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春運期間 他所要消化的人次 將近是全世界人口 將近一半 那他要不讓大家都能夠 各歸其位的 而且沒有像過去 什麼大家擠啊塞啊 或者是說也回不到家 他就用了大量的科技 這裡面我甚至看他就說 他有一些那種科技刷臉 那你知道刷臉 你就可以進入 或者用一些維繫公眾號 你也可以進入 而且包含網路購票 他們大概有八成 都已經用網路購票了 所以今天解決春運 不僅僅只是他的基礎建設 我們剛剛講 包含高速公路 包含高鐵 反正四通八達之外 還用大量的科技 那臺灣 我覺得臺灣真的 不要在井底之外 讓我補充一點 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要換 那個身份證的時候 我們就講說 那個就是我們臺胞證 我們就講說 哎呀這是大陸啊 要監控你 他都搞不清楚 人家為什麼要換卡式的臺胞證 是為了給你便利 因為他們的身份證 就是卡式的 所以你以後去坐高鐵 你不需要再去怎麼買票 你只要去網路購票 然後刷一下 你就可以進入了 然後在臺灣 一天到晚 用這種方式就說 哎呀 怎麼中國大陸統戰 要監控你 我們如果繼續這樣 目光如鬥 我們繼續這樣子 井底之蛙 老實說 我跟你講 我們是會被遠遠的 拋在後面 這是我們臺灣人 自己的悲哀 所以士維 我其實很害怕 不是台海戰爭 而是在這樣的消耗之下 臺灣已經結束了 我想現在已經 未來就是科技戰爭了 你剛剛華為 為什麼歐美他們怕 他就是5G 走在時代的尖端 你像這一個流浪地球 同樣的 剛剛洪文講得很好 他整個大量的運用高科技 那你說以媒體人來講 你運用大量的高科技 那你的成本就要往上升 在臺灣 我們有辦法製作成本 有那麼多嗎 不可能 你沒有14億市場 14億人口市場 你怎麼樣有這樣子的預算 人潮就是前潮 你今天有人的地方 那你願意投資資本而下去 那你當然你回收的 你就會驚人 所以說他今天不只講說 他只有做票房驚人的一個效應 最重要的他是在拍這個科技影片的時候 他投量多少的一個科技的一個運用技術在裡面 所以說從這一個電影裡面 你可以去看到講說對岸它的一個 這一個科技 它整個蓬勃的一個發展 先不要講什麼 沒有錯 我們都用cash 但是大陸都用手機 手機做什麼 支付寶 你甚至於像剛剛講說 那個本身 人家今天都發紅包 人家都在這邊發紅包 我也發了幾個 用支付寶 還有微信 發了幾個紅包出去 你現在到大陸去的時候 你到大陸去的時候 曾經有朋友都講 他到大陸去的時候 他手機忘記帶行動電源 突然之間沒電 完了 他沒有辦法坐地鐵 甚至於沒有辦法搭乘交通工具 所以說你看到大陸人 他們那個行動電源 他是準備兩個以上的 最少準備兩個 他們的苦腦跟我們的苦腦 不一樣 不是同一個等級的苦腦 但是我經常講 每個地方的生活方式不一樣 但是我們由這個簡短 我們就看到 講說人家適應時代的一個科技潮流 人家是怎麼樣做營運 但是我們現在 我不好意思 所以說你說他的一個春運 整個人潮的一個移動 那大陸的一個人潮就起來 難怪他的一個製作成本 他會提高 他回收也會 同樣的 他整個高科技產業 他往上提升的力道就會比較大 電影標榜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代表的意義就是國民消費能力 已經提高 難怪現在中國大陸的 他經濟成長會影響到全世界的 全世界GDP的數字 他的貢獻度已經達到 相信百分之三十 所以美國你說 他的這個華為的股基 他能不擔心嗎 葉委員 為你春運 讓我想起了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就是中國國防力量的強大 他強大到什麼程度 因為他有辦法 在那麼短短的時間 運送了將近三十一的人口 顯然你今天 如果國家跟國家打仗的時候 他這個運動量 你知道多強 你曉得嗎 對 松戶戰爭 日本人打中國 打上海打了三個月 中國的軍隊是一批一批上去 死完了再低補 再低補 因為他運送不方便 如果今天換成這個時空背景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他一下就會補一千萬人過去 是不是這樣子 你看他國防力量多強大 美國我想他們的國防專家 也看出了這一點 不能碰 他的火箭一發射的話 他馬上移動 現在有很多發射基地 都馬上可以移動 跟著這個高速鐵路 或者高速公路就移動了 你抓也無從抓緊 這是另外給我一個感想 春怨 表示這個國家的國防力量 有多強大 第二 剛剛講的電影票房 電影票房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代表的意義就是國民消費能力已經提高 難怪現在中國大陸的 他經濟成長會影響到全世界的 全世界GDP的數字 他的貢獻度已經達了將近百分之三十 所以美國你說他的這個華為的5G 他能不擔心嗎 各方面方方面面 更不要講什麼北斗科技等等 那都不談了 這個基建狂魔這些都不談了 光我們現在所談的每一個問題 每一個問題都打中了美國的要害 他當然緊張 有人說美 美國緊張是中國害的 你北京幹嘛那麼高調 這 這話怎麼會反過來說 這好像說有壞人去搶劫 然後說你 你為什麼要有錢 中國大陸現在可以低調的下來嗎 我 我高鐵我就會坐了 我北斗就在那邊 我就已經登陸月球的背面 怎麼辦呢 十八年前 台灣跟中國大陸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那中國大陸很善用世界貿易組織 當然對他很大市場是有利的 所以他其實做了很多發展 他不只是用市場在買你的東西 他做了很多研究開發 而且默默在做 很多外界不知道的 那像我一年代去中國大陸兩三次 我每次去都會 怎麼這東西又進步成這樣 又進步這樣 你每天看到就是驚奇 你在台灣看到當然就是退步 我們也很驚奇 一直在退步 是 我們就 我們已經退步到已經匪夷守時 而且自己還自甘逗落的 說不要去看他 不要去看對方 你不曉得人家進步什麼 那我看到這個電影 我更吃驚 因為今年有一個我好朋友拍的電影 對 賣座最好 前台灣最好 國編 黃曹亮的邯鄲 各位朋友 大家要去看 董哥置入性行銷 三千五百萬 好 為了文創 第二名是大三年 Ella拍的也很好看 三千多萬 三千五百萬跟一千七百萬 這是台灣今天賣座最好的 賣座最好的國編 三千五百萬 然後這個流浪地球 光是一個春節長 九十億台幣 是 黃曹亮還找寒冰去幫他助鎮 賣這樣 我們在講的是什麼東西啊 是不是很難過來 真的